很多散户不知道或没意识到 一直在犯下股市中杀伤力很强的食伤权能 令他们不能在股市里保持赢多数少 一、和股票谈恋爱 曾经在很多股票上亏钱的散户 一旦在某些股票上赚钱 就会和该股票谈恋爱而长期持有 即使到达止损价位还是警报不放 通常都会在股市受伤 二、怕输而追高 散户害怕错过上涨股票 眼睁睁看其他人赚钱 自己却一无所获 而在高点买入 结果没有机会估出套利而被套牢 三、蹦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为胜碑 技术面和基本面分析只是最基本的知识 如果不了解或追随市场走势 新闻、财经的发展 赢钱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四、盲目跟风 散户自己没有分析行情或股票 盲目跟从因而掉进了股市陷阱 散户应该要有自主判断的能力 如果人买一买 和赌博是没什么分别的 五、下跌趋势 抓飞刀 散户摊便宜 买入价格在短时间内 显着下降的股票 以为不会再往下跌了 其实没有问题的股票 不会显着下降 只会随着大事或股票价值下降 而慢慢下调 六、用保证金户头或借钱来交易 有些散户使用保证金户头或借钱 以便提高购买能力 但同时也必须面对更高的风险和损失 七、往下摊平 当股价下跌时 短线投机的散户 以较低的价格 购买更多目前持有的股票 来降低成本 但正确的风险管理方法 是卖出止损 除非是长期价值投资 八、自以为师 一些有金融或投资文凭的人 不了解街头智慧在股市的重要性 使用学院理论来交易股票的人 大多数时候只能在标准的情况下 才能赚钱 九、半途而废 一些散户缺乏耐性 希望快速赚钱 不肯持之以恒地实践 他们所学到的交易技术 来提高赚钱实力 十、甭金当马梁 一些散户不了解价格和价值的区别 往往买到王贵的低价股 而不是便宜的高价股 归根到底 大部分伤害 都是由于散户不够强 或错误的交易心理所致